影片开场就让人眼睛一亮 一个男人站在成敦的钞票面前 男主大根是一家大财阀家族的员工 十年来勤快本分的工作 工作的内容大概就是每天往箱子里装钱 然后开着车运钱的样子 不过大根从来没有动过歪脑筋 这可能就是他要穷一辈子的原因吧 会长每天都忙里忙外 到处送钱专做官商勾结的勾当 虽然会长钱多花不完 生活奢靡 但其实他是空有头钱 没有实权 真正的大权掌握在自己的老婆会长夫人的手里 夫人是豪门家族的独生女儿 会长当年就是为了钱才进了这个家门 他们有一对儿女 儿子像夫人 每天想的都是好好表现 取代自己老爹的位置 而女儿金莲却是一个身在钱堆不染同袖的人 金莲对大根有点意思 时不时还调戏一下我们帅气的大根 大根无意间竟发现了会长和女佣有奸情 胆小的他不敢声张 诺代的豪宅到处都是监视器 这一幕偏偏让夫人看到了 亲热画面尺度之大 不禁让夫人戴上耳机听一听 夫人的内心是崩溃的 但毕竟是名门之后 为了维系家庭也只能强忍打掉的牙齿或血吞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 夫人掐住了飞庸的脖子 一句话也不说 似乎一个眼神就让飞庸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了 之后会长居然当着金莲的面和飞庸以及他的孩子一起吃饭 会长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晚饭时金莲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 夫人在女儿面前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不过金莲走后就当着大根的面哭了起来 哭着哭着就抱上了 第二天大根找到夫人要辞职 夫人却说这只是一夜情很正常 并且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婉拒了大根辞职的要求 在家庭聚会上会长直接坦白了自己的事情 愿意净身出户和飞庸一起离开这里 会长走后 儿子居然连劝都不劝一下 在他眼里 父亲就是一个障碍 一直挡着他的路 就在儿子等待母亲宣布把大权交给自己的时候 夫人却做了一个奇葩的决定 要把大权交给大根 会长却没能简单的离开 夫人用了一点手段 就让他们无法出国 会长和飞庸被迫留下 夫人得知飞庸居然怀孕了 这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会长30年前就在他的逼迫下做了结扎手术 彻底愤怒的夫人发誓要惩罚这对狗男女 夫人派人抓住了飞庸 并把他淹死在水池里 大根目睹了这一切 会长得知飞庸死了之后 万念俱灰 隔万自杀了 在会长的葬礼上 大根再次提出离开 夫人想用自己的女儿留下大根 金莲直接倒破了夫人和大根一夜停的丑事 夫人又羞又怒 大声咒骂 拉扯着丈夫的遗体 发泄怨气 大根坚持要把飞庸的遗体送回菲律宾去 原来大根已经偷偷把从钱库拿来的钱塞到飞庸的棺材里 金莲追到飞机上 一顿安慰家勾搭 两人春心荡漾大根拉着金莲 冲进了卫生间 这真的是想趴就趴 毫不忌讳时间地点 对象是谁啊 最终 飞庸的孩子们 见到了母亲的棺材 这时 棺材里的飞庸 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看着旁边的钱 尖叫了起来 如此奇葩的结局 看着东东都有点懵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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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